不记得什么时候开始 我已经爱上一个人 什么时候一点睡觉 什么时候一点醒来 什么时候一点吃饭 什么时候想做什么 什么时候都可以去 再也没有另外一把声音来左右你的决定 我不知道这样是好还是不好 但是我已经好习惯了 很久很久都没有写出什么心情故事了 一切随风 也不觉得有什么人 可以让我爱一辈子 一辈子都不忘记 也因为这样子 就也没有学不完的爱情故事 甚至 有些过往的故事 还想把它擦掉 继续风平浪静 不是说过去所有的回忆都是不好 再好的回忆 如今也只不过是 过去了 跟现在没有关系 人都是往前走 心情的平静 是我追求了好多年 才有的 这辈子都不会再 让自己在自己的心情里面跌跌撞撞 没有冲动的日子 少给自己添了很多麻烦 有些麻烦是自己找的 而送上门的烦恼 也学会了怎样拒绝 简单生活 但不是那种枯燥无味 但是我们很想拒绝 第二天的麻烦是自己的 开始